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在今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二杰俊博一行 王毅强调 当前中日关系处在成前起后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 希望日方树立客观正确的对华认知 奉行积极理性的对华政策 把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落到实处 中方愿同日方一道 共同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轨道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二杰俊博以及各党派代表表示 将继续致力于稳定和改善日中关系 推动日中两大邻国共同发展 共同进步